是张一兴扮演的英宗皇帝 就是说到英宗皇帝 大家都知道的是土木宝事变 他被蒙古人整整做俘虏做了八年 那个时候他在大明宫里 像个囚徒一样被封锁 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 政权重新回到他的手中 而且在这个剧里边 我相信张一兴一定会带给大家一个惊喜 事实上在现场我们非常惊讶 他的表演张力和他对人物的理解 是超出我想象很多倍的 我们希望大家早一点能看到他 这次跟汤唯又再续前缘 然后我听到的时候 演那个张一兴的爸爸 这一家三口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趣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刚才照片你也看到了 有一些神韵上的 一样帅都帅 谢谢 其实是这样的 我这次非常遗憾的是 跟一兴没有对手戏 对因为在前阶段的时候 一兴的角色介入进来的时候 他还是墙包里的婴儿 小孩 对但是呢 就是我们前面这几代皇帝 留给一兴身上的这样的人物的叠加感 是非常浓烈的 整个在后面的大部分的章节里面 包括爷爷朱棣 包括我的父皇朱高智 以及我 这三代皇帝 他们整个的设计 对于设计的理解 与政治的野心和展望 都会浓浓的注入到 一兴这个角色的身上 但是这次超出我的想象 就是我居然有一件铠甲是六十几 对这个是超出我的想象 而且是纯铜的 然后穿在身上还有打心 而且这身铠甲好像一星也穿 对据说他当时也是痛苦不堪 所以这身铠甲也是好看嘛 皇上嘛 人啊 你刚刚也提到说这个铠甲 你们已经穿了 穿了一件六十斤的铠甲 因为非常沉 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地下交流穿铠甲的感觉 我俩从来没在现场 是吗 那你会很遗憾呢 呃是有点遗憾 因为很多人跟我分享过 他在现场的状态说 很不像一个年轻的孩子 很像一个 呃就是 那导演的话说就是他的表现 远远超出了导演的想象 是一个已经有的一个成熟 有的一个成熟 就这个其实是我还挺希望有机会 能跟他正式的在一起合作一次 那你 我们朱家人 他们受伤 严不正也要打 我就是王者之师 阿法 再宣伤 好